大家好,主播坎坎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微软总裁Brad Smith日前宣布,微软将在2025财年投资800亿美元,用于建设能够支援人工智慧AI运算需求的资料中心,预计这笔支出超过一半将在2025年6月之前投向美国市场。 Smith指出,美国AI技术处于领先地位,主要受益于大规模基础设备的投资,云端基础设备供应商陆续通过建造新的资料中心来扩大运算能力,而微软则是通过与OpenAI的合作推进,AI应用发展。 目前,微软已向OpenAI投资超过130亿美元,并将AI模型整合到Windows、Tings等核心产品中。 Smith认为,美国需要务实的出口管制政策,为可信资料中心的AI零组件提供强大的安全保障,得以让美国企业能够迅速扩张,为美国和盟友提供可靠的供应来源,并提醒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应避免对AI实施过于严厉的监管,确保美国私营部门能够在顺风环境中持续推进。 Smith分析称,资料中心的建设投资主要用于购买高效能晶片,包括辉达、戴尔的产品。 这些大规模AI伺服器机群需要大量电力,促使微软签署一项协议,以重新启用宾夕法尼亚州三英里岛、Dream Mile Island核电厂。 根据微软财报,截至2024年6月的上一个财年,微软在资本支出方面投入超过500亿美元,绝大部分用于建设四伏器机群,以满足对AI应用的需求,并在2025财年第一季度,总计在资本支出和租赁资产方面投入200亿美元。 预计第二季度的资本支出将继续增加。 因此,在高效能运算、HPC和云AI需求的强劲带动下,台积电2025年的营收有望实现25%的显著增长。 不过,摩根士丹利分析师Charlie Chen预计,受iPhone季节性影响,台积电第一季度营收将较前三个月下降5%, 并认为,该公司对2025年的业绩指引将较为保守,然后超额完成预期。 预计台积电2025年销售额同比增长预期定在20%的低位区间,而市场普遍预期为20%的高位区间。 台积电通常在年初给出保守预期,然后超额完成预期。 瑞银将台积电2025年第一季度的销售估计调整为环比下降6%, 此前预期为环比下降8%,而高盛预计,2025年第一季度,台积电营收环比仅下降2.2%, 2025年全年营收将实现26.8%的同比增长,为预期较为乐观的大型投行之一。 可以看出,高盛预计台积电将继续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 高盛在日前发表的《严报》中预计,2025年台积电营收将再创历史新高,实现26.8%的同比增长,达到4,180亿新台币。 2024年收入为3637亿新台币。 这一增长主要由先进制程技术和对人工智慧需求的强劲推动所驱动。 报告指出,先进制程如3奈米和5奈米产品, 以及CoreOS晶圆上晶片封装技术的提价将显著提升台积电的盈利能力。 预计2025年毛利率将从2024年的56.1%提升至59.3%。 三星和英特尔在先进制程上面临的挑战。 因此,高盛预测3奈米5奈米节点的价格将上涨中高个为数百分比。 而CoreOS技术的价格涨幅预计将超过10%。 尽管第一季度通常是半导体行业的传统淡季, 但报告预测,2025年第一季度台积电营收环比仅下降2.2%, 远优于过去10年平均5%的降幅。 同时,毛利率预计将保持在58.9%的高位。 高盛表示,台积电或将在分析师会议上调, 整齐长期增长目标。 目前,公司管理层预计2021年至2026年期间的收入复合年增长率CAGR为15%至20%。 鉴于市场前景良好,这一目标有望延续至未来5年。 针对市场对台积电在美国扩张计划的担忧, 报告指出,目前计划中的第二、第三座美国晶圆厂 预计分别在2028年和2030年投入量产。 管理层或将在分析师会议上更新相关进展。 高盛将台积电目标价上调, 12个月内目标价从1320新台币上调至1355新台币。 另外,瑞银在近日发表的研报中指出, 在高效能运算和云AI需求的强劲带动下, 台积电2025年的营收有望实现25%的显著增长, 达到新台币3兆6,112亿新台币。 推动营收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HPC领域, 行动和消费产品方面则可能因库存管理和贸易关税前的提前备货而加速增长。 瑞银预计,台积电于1月中旬举行的 2024财年第四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公布。 2024年全年营收约为新台币2兆8815亿新台币, 同比增长33%。 盈利能力方面, 瑞银预测台积电2025年全年毛利率将达到58.5%, 高于2024年的56.0%, 并预计, 2025年下半年, 毛利率将逐步改善至59%至60%。 瑞银报告还分析了台积电未来增长的关键驱动因素。 HPC业务, 预计2025年台积电的HPC营收将达到62.7亿美元, 相较2024年的43.4亿美元, 大幅增长44.4%。 市场份额也将从2024年的68.6%提升至2025年的76.6%。 行动业务, 预计2025年行动产品营收将达到33.7亿美元, 同比增长10%, 市场份额也将从2024年的77.9%提升至79.8%。 云AI前景, 为了满足云端运算和AI市场的强劲需求, 台积电计划在2025年第四季度将COOS先进封装技术产能翻倍至80K WPM。 客户基础多样化, 苹果的销售贡献比例预计将从2024年的23%下降至2025年的20%, 而辉达的贡献率将提升至17%, 英特尔预计贡献9%至10%, 客户结构更加多元化。 瑞银预计, 2026年美国贸易关税可能对技术需求和半导体周期产生影响。 台积电正在美国和日本建设晶圆厂, 但海外工厂初期的盈利能力可能受限。 总体来看, 大摩认为台积电通常在年初给出保守预期, 然后超额完成预期。 瑞银指出, 在高效能运算和云AI需求的强劲带动下, 台积电2025年全年营收有望实现25%的显著增长。 高盛预计, 2025年第一季度台积电营收环比将仅下降2.2%, 为较为乐观的大型投行之一。 AI晶片需求爆发, 高效能运算市场火热。 2025年, 台积电还将继续保持它晶片代工界的王者地位。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